格林多后书 第十章 我保禄,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时就谦卑, 不在的时候就对你们胆大的, 亲自借基督的温和良善劝告你们。 甚至求你们,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时, 因果敢而对你们大了胆。 这种果敢,本来是我决意要对付那些 以我们为按照血肉行事的人的。 我们固然是在血肉中行事, 却不是按照血肉而交战, 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于血肉的, 而是凭天主有力的武器, 足以攻破坚固的堡垒, 攻破人的诡辩, 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知识所树立的高债, 并露获一切人的心意。 是只服从基督, 并且我们已准备停荡, 急至你们完全服从时, 来惩罚一切的不服从。 你们看看摆在眼前的事实吧, 如果有人自信是属于基督的, 他自己该再想想, 他怎样属于基督, 我们也怎样是。 因为, 即使我对我们的权柄有一点过分的夸耀, 这权柄原是主所赐予, 为剑术, 而不是为破坏你们的, 我也不羞愧。 免得有人以为, 我好像只会借着书信来恐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书信的确严厉而又强硬, 但他本人在时却软弱无能, 言语又空洞可清。 这样的人该想一想, 我们不在的时候, 写信时在言语上是怎样, 我们来到的时候, 在形式上也必是怎样。 其实, 我们不敢拿自己与某些举荐自己的人同列或相比, 他们是以自己来度量自己, 以自己来跟自己相比, 这绝不是明智。 我们夸耀却不越过范围, 而只是按照天主所指给我们的界限范围, 照这范围也一直达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没有过于伸展自己, 好像从没有到达过你们那里似的。 其实, 是我们先带着基督的福音到了你们那里的。 我们并没有越过了范围, 以别人的劳苦而夸耀。 我们只希望, 因着你们信德的长进, 在你们中按照指给我们的界限越发开展, 一直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但不在别人的界限内, 以别人以成的事而夸耀。 凡要夸耀的, 应当因主而夸耀, 因为不是自己举荐自己的, 那人是可取的, 而是天主所举荐的。